好,我們除了可以用producer,consumer去label在食物鏈上不同位置的生物之外 我們還可以用另一個叫trophic level,營養級別去label在食物鏈裏面不同位置的一些生物 這個比較簡單,就是你見到現在有一條的food chain,grass 我們是producer,第一個生物,兔子,primary consumer,fox就是secondary consumer,tiger就是teriary consumer 如果用上次producer consumer去label這幾個生物 而trophic level比較簡單,第一個生物就是first trophic level,魚子類推,second,third,fourth,trophic level 也可以看到能量的轉移,透過食物鏈一層一層地傳上去 之前也有提到在食物鏈傳送的能量的時候,其實是會有能量的流失的 當能量由一個低一點的trophic level上到一個高一點的trophic level的時候 為何會有energy loss呢?原因就是譬如那些生物未必一定會被上一層的生物吃了 譬如那些草被兔子吃了,能量就由草傳到兔子那裡了 但不是所有的草都會被兔子吃了,有些沒有被其他動物吃了 所以只有少量的能量是可以傳到上面那一層的生物那裡 另外,生物在生存的時候也會排泄或者排一些糞便 那些糞便裡面其實那些物質都會有能量在裡面的 所以那些消化不了或者吸收不了的物質在糞便排走 那些能量也傳不到去給上一層的 譬如狐狸吃那些兔子,兔子的能量傳到去狐狸 但當兔子一直在生存的時候,有很多的能量其實就在那些排泄物 糞便裡面流失了,那些excretory products,譬如Urea,牌的尿液 或者剛才說的糞便,就再傳不到去上面那一層的能量 另外,當它們一直生存的時候,它們會不斷進行respiration 也都會有heat loss,會產生熱能在做respiration的時候 那這些熱就會流失去到周圍環境那裡,也傳不到去給上一層 那所以,在每上一層trophic level的時候,其實少於10%的能量是可以上到上面那一層的 你看到紅色的箭載代表那些energy的量,你看到越來越少 每上一層的時候,因為剛才說到那些,譬如heat loss 或者那些沒有被其他生物吃了,死了,那些能量也傳不到上去,那些糞便排泄物 這些物質就會被一些decomposer 叫分解者,通常是指一些細菌或者一些真菌 它們就會將這些動物的屍體,牌的排泄物,或者糞便 去分解裡面那些有用的東西,就將那些有用的一些物質 釋放回到環境裡面,那這些叫分解者的生物 亦都會進行respiration,亦都會有heat loss的 那所以通常一條食物鏈,很少會多過五個trophic level 因爲每上一層的時候,少於10%的能量是可以上去上面 那如果那個trophic level的數目越少的話,那個energy law就越少了 那所以爲什麽,我們譬如吃多些蔬菜生果,其實對環境是好些 因爲我們吃一些肉類的時候,其實因為那些肉是一些動物 那它們是在一個高一點的trophic level 那所以那個energy law是會比較大的,但我們如果直接吃一些蔬菜生果 因爲它們是producer,所以就減少了那個energy law 在那個food chain的裏面 好,那接著就是講到一個一些叫做ecological pyramids Pyramids就是金字塔,好像金字塔這樣形狀的一個圖 那它會顯示到那個energy flow在生態系統裏面 那這裏我們會講兩種的圖,第一個叫Pyramid of numbers 那個數量追體,或者叫做 另一個叫Pyramid of biomass,生物量追體 那這個Pyramid of number就是我們會顯示在那個food chain裏面 每一個level裏面的生物的數目 那我就用一條長峰形的棒去代表 那個棒的長度就會跟那個數目成正比 那譬如producer就是一些grass,一些草 然後上一層就是那些草蠻 那你見到了,草蠻在那個habitat裏面 那個數目是少很多的,比起草,那些草的數目 那再上一層就是那些叫toat蟬 最頂就是那些鷹 那你見到,由於剛才提到的energy loss是很大的 每上一層超過90%的能量都流失了 所以你見到可以support到的生物的數目 越上位應該是越少的 那我們就得到一個這樣的形狀的一個圖 就是一個金字塔的圖 我叫這個做一個Pyramid of numbers 但有時候這個塔的形狀是會導致的,inverter 這個例子你見到就是橡樹 上一層就是一些毛蟲,caterpillus 它們會吃那些樹葉的 再上一層就是小鳥 由於一棵橡樹的體型很大 所以一棵橡樹已經可以support到很大量的毛蟲在上面 所以你見到這個圖就好像倒轉了 producer的數目少於primary consumer 就反映不到能量的流失 第二個例子就是一隻狗 身上有很多的一些跳組 亦都是因為一隻狗可以support到很大量的跳組 所以圖就好像倒轉了 所以有另外一個叫Pyramid of biomass 生物量化 這個其實就是顯示了每一個level裡面 那些生物的種的bio mass 這個bio mass就是total dry mass 就是抽乾了生物裡面的水分 剩下的那些物質的重量 我們叫做dry mass 看看剛才橡樹的情況 雖然這棵橡樹的體型很大 它們的數目很少 但是因為它的體型大 所以我們計算一下bio mass 它都會大過上一層的毛蟲 毛蟲的數目雖然很多 但是因為很細條 所以它總的bio mass 其實會比橡樹小 雖然更細條 這個圖叫Pyramid of biomass 只有一個金字塔 一個直立的形狀 但是有時候也會有機會倒置 這個Pyramid of biomass 情況就是一些生物 如果它的繁殖速度很快 它的bio mass可能會比上一層少 這個例子就是一些phytoplankton浮游的植物 在水裡會進行光合作用 有些seal planton就是浮游的動物 可能一些比較小的浮游動物 就會吃這些浮游的植物 由於這些浮游的植物 它的繁殖速度很快 所以如果它在某一個時間裡 計算它的bio mass 其實是會比較少的 比起浮游的動物還要少 原因是因為它們的繁殖速度很快 就出現了生物量的追體 好像倒轉了的情況 這些ecological pyramid 在應用的時候也有些限制 生物因為會吃不同的東西 所以它們其實有機會是 可以在不同的trophic level裡面 我們之前也有提過 我們人如果吃蔬菜的時候 我們就是一個primary consumer 但是如果我們吃一些牛肉 我們就會變成一個secondary consumer 第二就是生物在生長的時候 可能它們會改變它們的飲食 還有這個圖也都反映不到那些decomposer 那些分解者 它們會將那些動物的屍體 分別、排泄物去分解 但是也都在這個圖裡 看不到這些分解者的功能 然後物質的循環 在生態系統裡面 最開始的時候提到 一個生態系統 基本上是可以很穩定 很stable 和self-supporting 所以在生態系統裡面 不同的物質都會不斷地去循環 由一個方變成 另一個方 我們會看兩種元素的循環 這個就是一個碳的循環 Carbon Cycle 第一個 那你見到這個圖就是 在自然的生態系統裡面 在自然環境裡面 一些不同的 有碳在裡面的一些compact 那譬如Carbon Dioxide 二氧化碳 那我們可以逐個去看 這些不同的 擁有碳的一些compact 它們互相去轉化 在生態系統裡面 譬如植物可以吸收 二氧化碳進行光合作用 合成它們自己的 一些gluorose 它們的身體的營養 那這些的碳也都會透過 其他動物吃這些植物的時候 就會傳到它們的動物那裡 變成那些動物身體裡面的 carbohydrates 或者其他的營養 那當這些植物動物死了的時候 裡面的 有碳在裡面的compact 就會被一些叫decomposer去分解 一些細菌或者真菌 那它們做respiration的時候 就會釋放這些碳去回空氣裡面 植物動物或者一些decomposer 進行respiration的時候 也都會釋放一些二氧化碳 去回到周圍的環境裡面 另外有一些的 比如動物植物的屍體 沒有被分解 經過很長的時間 它就會變成一些fossil fuels 化石燃料 石油 煤 天然氣這些 當我們燃燒這些燃料的時候 又會將裡面的碳 釋放回空氣裡面 以這個二氧化碳的形式 另外有些也會變成一些 叫做limestone 石灰石 那些carbon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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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在水 或者一些酸 或者一些加熱的時候 也都會釋放這些二氧化碳出來 另外 另外 空氣的二氧化碳透過光合作用 可以給植物去吸收 那這個就是那個碳的循環 第二個元素就是nitrogen 淡的循環 那你也看到了 在自然環境裡面 一些不同的擁有nitrogen的compagn 互相轉化 比如 空氣裡面佔最大 比例的成分 就是一些氮氣 nitrogen gas 那透過不同的化學反應 或者不同的生物 會將這些nitrogen 轉化成不同的compagn 那一樣 第一個就是 那些nitrogen 比如在amino acid 就是protein裡面 當一些生物 去吃其他一些食物的時候 裡面的nitrogen就會傳到 另外一個trophic level的生物那裡 另外一樣 當這些植物動物死了的時候 身體裡面的一些nitrogen的compagn 亦都會被那些decomposer去分解 那就會釋放一些ammoniumcompagn 這個nH4 plus ammonium的compagn 另外有一些在泥土裡面的細菌 叫做nitrifying bacteria 會將這些ammoniumcompagn 最終也會把它變成nitrogen 這個nO3 minus 是去泥土裡面 這些細菌進行一個 我們叫做燒化 這個石字邊這個燒 nitrification 將ammoniumcompagn 變成nitride 另外在閃電的時候 nitrifying 空氣裡面的氮氣 會和氧氣產生化學反應 因為閃電的時候 會有高的能量 將氮氣和氧氣結合 變成了一些nitrogen oxides nO或者nO2 這些nitrogen oxides 會融在水裡面的時候 就會變成一些nitride 下雨的時候 就落到泥土裡面 這些nitride 這些植物就可以吸收 另外 泥土裡面也會有一些nitrogen fixing bacteria 這個叫固淡細菌 這些固淡細菌 會將空氣裡面的氮氣 變成ammoniumcompagn 植物也可以吸收 這些ammonium 另外剛才提到一些消化細菌 又可以將ammoniumcompagn 變成nitride 植物也可以吸收 有些固淡細菌 就不是在泥土裡 free living 它們會走進一些 叫做 斗科的植物 例如 menus plants 例如花生 或者其他 一些斗科的植物 它們的 一些 叫做 根柳 root nodules 這些就是根 有些脹起的地方 叫根柳 這些固淡細菌 就會走到這些根柳 其實是一個共生 互利共生的關係 這些斗科的植物 和這些固淡細菌 這些固淡細菌 就會將氮氣變成ammoniumcompagn 那些斗科的植物 可以去用 那些斗科植物 也會提供到一些 保護 給到這些細菌 所以是一個 mutualism 互利共生的例子 另外也會有 一些不同的process 將泥土裡的 nitrogen 是移植物 譬如植物 會吸收 nitride 或者ammoniumcompagn 用來合成它們的protein 另外是一些 空氣不太流通的泥土 譬如如果經常都是 water lock 鎖水 浸滿水的時候 裡面空氣 比較少的話 就會適合一些 叫做 denitrifying bacteria 這個叫做反消化 denitrification 這個process 就會將一些nitride 變回 nitrogen gas 這個叫做反消化 denitrification 這些氮氣就會 回到空氣那裡 植物就融不回 所以 這些細菌 其實會令到泥土 肥沃的程度 會減低 如果 泥土的 空氣不太流通的時候 就會適合這類細菌的生長 好 看完兩種物質的循環 我們看看我們怎麼可以 去保育我們的生態系統 人類的活動 對我們的生態系統 造成一些不好的影響 例如 我們會斬樹 去拿木材 或者要土地去進行發展 例如去耕種 因為不夠耕地 也會拿木材 tember 去做不同的架屍 紙 這會破壞自然的生境 令到這些地方生活的生物 生命都受到影響 另外也會過度去 去用一些自然的資源 例如某些動物 例如西牛的角 是有一些醫藥的價值 就會被捕殺 所以令到他們 貧臨絕種 另外 人類的活動 也會製造了很多污染物 我們燃燒這些化石燃料 石油 煤 會產生很多空氣的污染物 例如一些 sulfur dioxide 或者nitrogen oxide 吸入了的時候 會導致一些呼吸系統的疾病 這些是一些酸性的氣體 這些氣體融在雨水裡 也會形成酸雨 水的污染 例如工業的一些sewage 一些污水 裡面可能會有很多有毒的物質 重金屬 或者其他一些有毒的物質 也會影響排在海 或者河流裡 也會影響其他的生物 這個全球暖化 我們比如燃燒化石燃料 會產生二氧化碳 這些是一些溫室的氣體 這個大氣層裡面 二氧化碳的濃度提升的時候 就會導致這個溫室效應 這個全球暖化 令到一些極地的冰山會溶解 令到一些北極雄沒有了棲息的地方 那怎樣可以保育到我們的環境 當然要善用一些天然的資源 例如可持續發展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那怎樣可以保育我們的環境 包括了我們要保育一些自然的生境 保育一些貧臨絕種的生物 另外除了用一些現在用的 譬如石油、煤這些 我們叫做 Non Renewable Energy Source 不可再生的能源 我們也可以想想用一些其他的 我們叫做可再生的能源 Renewable Energy Source 太陽流、風力發電這些 因為他們的污染物的排放 是少很多的 另外去好管理我們那些天然的資源 例如另外減少一些重用 一些可以回收的一些物件 最後就是一些生態的研究 Ecological Study 我們去利用什麼方法去研究一些自然的生態系統 由於這個環境的 譬如這個生態系統的地方可能很大 所以我們需要做一些抽樣的研究 抽樣的話我們可以用Random 隨機的方式 或者Systematic Sampling 有系統的抽樣 分別用到不同的方法 Random Sampling 我們會用一些叫做Quadrat Systematic Sampling 我們會用Nine Transet 或者Belle Transet 稍後會解釋一下 Quadrat 叫做樣方 其實就是一個可能用一些 鐵枝 做成一個正方形的一個框 然後我們可以用來做一個Random Sampling 我們可以看一些植物 或者一些不動得太快的動物 我們可以看一些數量在Habitat裡 譬如我們去到一個紅樹林 我們就把這個用鐵枝 做成一個正方形的框 放到地上 隨機 然後就數回這個框裡面 框住的地方 去數回那些不同品種的生物 譬如這個有些蠅 然後我們再重複 在這個紅樹林不同的位置 都放这些样方,然后数回里面的生物品种和数目 但是有个限制就是,刚才说了,如果生物是动得很快的 我们就很难用这个方法去做到一个抽样 因为你一扔了那个样方,它就可能会很快马上走了 另外,生物的size也会比较小 因为刚才这个样方的大小,正方形每边大约一米长 通常会用这种方法,应用在一些生境 它里面的生物是很平均分布的,通常是 我们才会用这个方法 第二样叫做transet样条,其实是一卷的尼龙城 每架一米的地方,我们就有一个记号 这是一个systematic sampling,因为有系统的抽样 可以记录到那些生物在生境里面 它们的转变,在不同位置里面的数量的转变 比如我们在角红树林,我们拉了这条transet 这条尼龙城,比如向着海的方向拉过去 然后我们记录下绳碰到的地方有什么品种 比如一些植物在上面,我们就记录下 比如在绳碰到的位置上,有这几个不同品种的红树 然后我们就可以记录下,比如距离我们的起点 那条尼龙城,由0至10米,在1.2米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A这个品种的植物,也记录它那棵树的高度 如此类推,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些分布在红树林 这些不同植物,它们在近着海边的分布是如何 但我们只是看到那种植物有或没有 但就看不到它的数量,因为扇碰到的地方很少 所以我们就看不到它的relative abundance是如何 用这种方法的话,这个叫做Nine transit,让线 所以有另一种叫做Belt transit 就可以看到它们的abundance是如何 这其实就是应用了那个quadret 我们拉了一条尼龙城,然后我们在不同的位置 例如1米的距离,我们就会放一个样方 一个quadret,然后就数回quadret里面 那些不同品种的生物,它们的数量,或者分布 例如你看到那条尼龙城,由0米到35米的地方 在0米那里,我们放了一些样方quadret,便数到有2种 一个species8的生物,如此类推 我们可以用一个叫做Kite Diagram 好像纸妖一样形状的一个图 去看回在这个habitat里面 不同的生物,它们的分布会是如何 例如species8,你看到 是在0米5米,我们会找到2种 这里看到图是 transact 0米到35米 我们看回不同的生物,它们的数目 改变你分枆一些 lod tent 0米4米5米2米5米2米5米2米… 实际上 Everyday 8米没有 所以我們打個交叉在這條打橫的黑線 然後就得到一個連回交叉 我們就得到一個很像一個紫妖形狀的圖 我們就看到Species A這個生物的分佈是怎樣 在一個transact 0米的地方我們看到有兩隻 這裡有兩格代表兩隻,五米有兩隻 然後十米以外的地方已經沒有了 另外其他的Species的生物一樣 用這個方法我們可以畫在這個圖上 我們就得到一個叫Kite Diagram 我們就看到原來距離transact的起點 比較近的地方我們就會找到一定數量的Species A 再遠一點的地方就會是Species B 再遠一點的地方才會找到Species C 這個叫Kite Diagram 至於Habitat裡面一些Abiotic Factor 我們就可以用不同的儀器去做量度 其中一些叫Data Logger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 它可以連接不同的Sensor 例如可以量度溫度、濕度、pH 或者在水裡的氧氣濃度 我們可以用不同的Sensor去量度 這些數據就可以直接儲存在這個Data Logger裡面 我們回到實驗室的時候 就可以將這些Data 輸入在電腦 我們就可以做個分析了